好 接下来看到收封箱代表会议程进行到了第五天 那么各代表也都提出了乡镇咨询的议题 那么巩智冠则是针对了调查官影响地方政府 在相关陈情案件调查的时候 是否应该要先由地方查查而不是指挥办案 收封箱代表会议程进行到第五天 各代表也都提出乡镇咨询议题 包括代表会副主席周青南提出 山边露荫花枯死是否要改种其他书种 巩智冠代表则是指出 沿辽村海洋行气候农地种植不易 是否应该辅导其他的发展方向 以及调查站介入地方农地检举案件指挥办案 有点越界地方事务 我想地方的发展 有成功 也是乡镇的一环 也是县镇的一环 我想原谅地区早年 从普遗到现代的发展 从民宿 还有一些特色的餐厅 还有这个大饭店的进驻 还有一些广美店的开设 我想种种的一个过程 我想都是业者他本身的一个努力 但是我想整个过程当中 他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土地的问题 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相公所在地方最基层的一个角色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给予协助 所以我要讲 专门 我们定屋上有 我们所有人都说到 这学8000亿 我们要了解 去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 要把中央翻译 自己去翻译 不是说爸爸那样 我自身自媚 我看笑话 让老百姓自身自媚 我们会堪的同仁 我要差点几个机会教育一下 要尽量协助 我们在地的 不管是业者 或是说我们的乡亲 他们那些过程 那些程序 给他们协助 能够尽量 尽量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完美 马其山代表是提出 原民客机设备 人士的稳定度 应该有更妥善安排 才不会影响到地方居民 对乡公所的虚正满意度 代表会主席郑美香也才是 请龚代表能将相关资料 交由乡公所行政事韩文法务部 而各代表的质询意见 也希望乡公所能够做 详实的记录去执行 据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 主席郑美香 拥搭认了 广田